全球多个国家都接力示威 要大家重视地球暖化的问题 而塑料垃圾对海洋生态的破坏也是一大问题 一名来自荷兰的青年史莱特 就善用科技为海洋浩劫尽一份力 他所创办的海洋清理组织 打造了一架海洋吸尘机 目的就是要把位于太平洋上的垃圾一网打尽 而这架清洁器昨天已经从美国三藩市港口出发 所搜集到的垃圾将被带回陆地进行资源回收 海洋世界除了蕴藏丰富石油以及各种矿物 也是海洋生物的家 这张照片你还有印象吗 一根塑料吸管卡在海龟的鼻孔 海洋垃圾就是罪魁祸首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夏威夷之间 有个全球最大的垃圾袋聚集许多垃圾 为了解决这大自然浩劫 来自荷兰的24岁青年史莱特 创办了海洋清理组织Ocean Cleanup 这个组织打造了一架海洋吸尘机 这架U型设计长600公尺的清洁器 昨天已经从旧金山港口出发 它的底部设有网状装置 能拦截比较小又或者是沉浸在海底深处的海洋废弃物 这些垃圾会被定期带返陆地 以进行资源回收 史莱特就对第一批带往陆地的垃圾 表示期待 史莱特所创立的海洋心理组织目前成功筹获3500万美元 相等于大约1亿4500万令吉 以推动这项工程 它预计在2020年之前 在太平洋海域放置60个收集器挡板 目标是在5年内清理太平洋垃圾袋中一半的垃圾 关注海洋垃圾留住一片碧海蓝天 是我们对后代应尽的责任 NTV7综合报道